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欧盟宣布 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加征高达37.6%的暂时性反补贴税 这一举措将从5日起实施 为期最长4个月 欧盟声称 此举是为了纠正中国电动车 因政府补贴而导致的不公平竞争状况 然而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称 欧盟此举可能引发全球电动车市场的动荡 中国电动车企业如比亚迪 蔚来和小鹏 正积极寻找应对措施 以尽量减少这一决定对其在欧洲市场的冲击 欧盟的调查将于10月底完成 届时将决定是否长期加征此关税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争议 我是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那就是欧盟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临时返补贴税的决定 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映 这一新闻由星洲网 中国新闻01和美国之音中文网等 多家权威媒体报道 综合多方面的信息 我们来看看这个决定的详细背景 内容和引发的争议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 去年10月 欧盟委员会启动了一项关于中国电动车是否接受政府过度补贴的调查 经过一年的深入调查 欧盟认定中国电动车确实受到了政府的财政支持 包括直接补贴 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等多种形式 从而在价格上具有明显优势 为了保护本地电动车产业 防止市场被低价倾销产品占据 欧盟决定从5日起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最高可达37.6%的临时返补贴税为期最长4个月 这一决定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 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 并非政府补贴 并表示这一决定不仅影响了中欧经贸关系 还可能引发全球电动车市场的动荡 中方希望欧盟能够重新审视这一决定 并通过磋商解决问题 具体来看 中国电动车产业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就 比亚迪 蔚来 小鹏等品牌 不仅在国内市场表现优异 还在全球市场 特别是欧洲市场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高性价比和先进技术是中国电动车品牌 在欧洲市场取得成功的关键 然而 欧盟的这一决定 无疑给这些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比亚迪的一位高管表示 临时返补贴税将直接影响公司的销售和市场布局 公司计划加大在欧洲的本地化生产力度 以减轻关税带来的影响 蔚来和小鹏也在积极寻找应对措施 包括在欧洲设立更多的销售和服务网点 以及通过技术合作和战略联盟提升竞争力 从欧盟的角度来看 这一决定是为了保护本地电动车制造商的利益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Eric Memer表示 征收关税的目标是纠正不平衡 不公平的竞争状况 保护本土产业和就业 然而 这一决定也引发了广泛讨论和争议 一方面 欧盟制造商和工会对此表示支持 认为这是保护欧洲产业和就业的必要措施 另一方面 一些经济学家和消费者担心 这可能会导致电动车价格上涨 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市场的整体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 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美国之音中文网指出 这一决定可能会对全球电动车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全球电动车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中国电动车企业在应对这一挑战时 也面临着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机会 未来的一位高管表示 尽管短期内存在困难 但从长远来看 这也是一个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契机 中国电动车企业有望在全球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 从贸易政策的角度来看 欧盟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临时返补贴税的决定 反映了全球贸易环境中的复杂性 各国在保护本土产业与促进自由贸易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 欧盟的这一举措显然是出于保护本地产业的考虑 但也需要注意到 这可能引发更大的贸易摩擦 甚至影响全球电动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各国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 任何一方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都会引发连锁反应 对于中国电动车企业来说 当前的挑战不仅仅是应对欧盟的关税 更是如何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找到自身优势并不断提升 对于欧盟来说 如何平衡保护本地产业和维护自由贸易 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作为结语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 全球贸易的平衡和公平竞争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和理性对话 只有通过协商和合作 才能真正推动全球电动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质量的选择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华尔街争议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 并为您带来最新的分析和报道 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高达37.6%的繁补贴税 这简直就是在开倒车啊 无论你怎么看 这都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就像是比赛中 你发现对方队员比你强 就要给他绑上纱带才能比赛 这公平吗 楚天书 你这比喻未免有些夸张了吧 欧盟的举措 其实是为了保护本地产业的发展 不然欧洲的电动车企业 就像是比赛中的幼儿园小朋友 和职业选手同场竞技 完全没有胜算啊 欧盟的这一决定是为了平衡市场竞争 不能说是开倒车 谢琪琪 你这样的论点听起来倒像是要在奥运会上 给跨栏选手加高栏杆了 中国电动车的成功靠的是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 不是靠政府的施舍 比亚迪 未来这些企业可是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上 而不是用来买通官员 你看看 特斯拉都怕了 马斯克要不要给他发个电动车 奥斯卡呀 楚天书 你说的技术创新我不否认 但你拿特斯拉来比喻可有些搞笑了 特斯拉的成功也不是靠赤手空拳 美国政府也给了不少支持 欧盟的调查显示 中国政府对电动车企业提供了大量的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 这可不是小数目 要是真公平竞争 那为啥不取消这些补贴呢 谢琪琪 你这逻辑跳跃也太大了吧 你知道吗 补贴和税收优惠是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经济刺激手段 就像给孩子补习一样 大家都在用 美国政府给特斯拉的补贴也不少 这不是你说的那种幼儿园小朋友和职业选手的差距 再说了 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卖得好 是因为人家车好 价格还公道 这叫市场选择 楚天书 你这么说 我只能说你对欧洲市场不够了解 欧洲消费者当然喜欢便宜又好的产品 但问题是 这种好的背后是巨大的政府补贴 让本地企业被压得透不过气 你知道 欧洲电动车企业失业率有多高吗 欧盟的这项措施 其实是为了保证本地产业的生存和发展 就像给本地企业一个喘息的机会 不然大家就只能看着中国电动车霸占市场了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几天的新闻可真是热闹非凡 就像一场国际大戏 高潮迭起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欧盟 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返补贴税的决定 欧盟在经过一年调查后 发现中国电动车厂商受到了政府大量补贴 享受了VIP待遇 这可让欧洲本土车企望尘莫及 因此 欧盟决定从10月5日起 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高37.6%的暂时性反补贴税 为期4个月 这就像是给中国电动车企业头上套了各重重的金箍 对此 中国政府也不是吃素的 立马表示强烈不满 称欧盟此举不仅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 还可能对全球电动车市场造成冲击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更是义正词严地表示 中国电动车的发展是靠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 而非吃补贴长大的 这场中欧之间的贸易口水战可谓是火药味十足 但话说回来 这次的金箍也不是没好处 比亚迪 未来 小鹏这些中国电动车品牌已经在欧洲市场上占据了一定份额 如今面临新的挑战 他们似乎也在暗暗发力 比亚迪计划增加在欧洲的本地生产 未来打算扩大销售和服务网点 而小鹏则寻求技术合作和战略联盟 看来 这次的关税风波对中国企业而言 可能也是一场提升竞争力的机会 就像打怪升级一样 困难越大 成长越快 接下来 我们把视线转向洛杉矶 一名叫大谷祥平的日本棒球选手正在掀起一股狂热风暴 这位来自日本的棒球天才 不仅在球场上大放异彩 还带动了洛杉矶的旅游业和消费市场 自从他加入洛杉矶到齐队后 日本游客的数量激增了30% 商家们也不傻 纷纷推出日本特色的商品和活动 比如寿司、拉面美食节 吸引了大量球迷前来品尝 大谷祥平 简直成了洛杉矶的新进旅游大使 与此同时 北约也在忙着加强与亚太四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合作 共同应对网络威胁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网络攻击已经成为全球安全的重大威胁 必须携手应对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北约和亚太国家将共享网络安全技术和情报 开展联合演习和培训强化防御能力 看来全球安全格局正向更紧密的合作方向迈进 最后我们再回到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的新闻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马莫强调 这一措施是为了纠正不平衡、不公平的竞争状况 调查显示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确实受到了大量政府补贴 价格上具有显著优势 影响了欧洲市场的公平竞争 这一决定得到了欧盟制造商和工会的支持 但也引发了部分经济学家和消费者的担忧 认为这可能会导致电动车价格上涨 影响市场发展 总的来说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赞实性反补贴税的决定 是一场国际贸易博弈的缩影 在这个复杂的全球贸易环境中 各国都在努力保护本土产业 与促进自由贸易之间寻找平衡点 未来随着电动车市场的不断发展 这一问题可能会继续演变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这场贸易大战才刚刚开始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movie movie